新聞一開始 趕緊帶觀眾朋友來關心這處蘇迪勒紅胎所大來的災情 紅胎沒面子 加以台下兵向校庫對面一間汽車連駕駕駛出口 晚上10點多發行火警 因為駕駛來有賣本有財政費欠的部品 加上蘇迪勒紅胎的筆金 控訴金強做點火石 整個槍棒都被消費 也還破棄到駕駛的餐廳和其他的駕駛 明日的火石也造成一名二十六港 七五到咖 現階有百分之五十的雙胸 比金吉桑翁和其基督告便宜急救 今天一頭早 館長庭法官和立委达民委員 扁正翁衛文 我先回應的是一間汽車連駕駛駛駛駛 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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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部分可能是它裡面 幾乎全部都是可燃性的物品 所以一旦火勢產生的話 就是引燃非常的快速 離北河一頭前的館長調法官 在委达民文 辯正都了解 就會完成 當時委員請上 工廳 這是建設沒有工廳 後面是一間木材美髮廠 旁邊這是日用品的倉庫 這間先發揮 10天到2天我就自己 裡面發揮燒棄 燒棄溫度太熱 所以整個房子股價全部放下來 所以現在我們消防人員 要先用貸手把這個 觸電在後面剪掉 後面那裡木材才有辦法打花 所以他們都在這裡還在做作業中 路火店在蓋車零行工廳 當時台前班跟13名二十六天 透明課工 發現工廳都會全補出來了 但是若是造成一名二樓層 包括手、腳、現階 全身庫有百分之五才要層 比緊急三公公廳 好家在也有意識也沒有四名危險 這期工廳大會 和風台美不平靜 都會關於也要的調查 但是後續的孫石部會上 強行也有工廳的夾倦 要靠沒馬賽 下期新聞 祝耐心 並永恆 彩虹 播等 有和不同的聲音 我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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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